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我是节目代班主持人 哈佛尚爱评论全球翻题中文版行销总监Event 这个星期哈帕的主题是职场让你委屈了 我们从周一摆正任性复原力的认知 一直到周二拔开我们背上的剑 到周三与憎恶的人共事 仍然不阻碍你的表现 直到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财源潮 我们请到Google的前主管亲身来进行分享 如果这个委屈是你完全无法预期 甚至一夕之间有那种改变你的生活 甚至是生命的感觉 今天呢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完整分享这个经历 与四个有用站起来的关键策略 那如果您或您的身边有这样子的专才或者是精英 甚至是目前遭遇到不仅仅是职场 而是生命中有翻天覆地打击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招募这些曾经被裁员的精英们 都建议你可以细细听来今天的分享哦 那我就开始第一人称的视角咯 哈佛领导者学程经历时期好评不断 全新改反再进化 更全方位的认知拓展 更深刻的思辨交锋 更真挚的共学情谊 都在HBR领导者学程2.0 深究12个不同决策关键难题 大力强化你的决策系统 提高你的决策胜率 如果你也想体验源自于 哈佛商学院的个案系统训练 与50位以上的企业关键精英共同拆解各种困境 强强联手找到路径与解方 习次进入最后倒数 立即点击说明栏连结 抢占习次早鸟七五折优惠 若您想了解更多 欢迎报名11月22日台北班说明会 以及11月28日高雄班说明会 习次有限 错过再等半年 在2023年的1月20号 古拉蒂也就是我 早上五点醒来 准备六点半跟 位于法国的一个专案经理开会 那我躺在床上 还在用Google Pixel Watch 来看看我有哪一些电子邮件 结果赫然看到 桑达宣布将裁员一万两千名员工 然后下一封则是Google的人力营运部门先来 通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这个时候我的肾上限数立刻飙高 想要登录公司的网络 可是登不进去 显然这证明一切 都不是我的想象 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既然是这下我还没有办法跟那个 位在法国的人兄通知 天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 我只和他通过一次的信 现在我连信也没有办法查了 我那天本来晚一点也要和另外一个同事开会 讨论一个新的专案 我们曾经过去在一个团队密切的合作好几年 所以我刚好还有他的私人手机 能够通知他我被裁员了 没有办法开会 我们针对如何应对这样子突然的消息啊 来回几封森师熟虑的简讯之后 接着我传给一封简讯 给我本来的主管啊 我上周才刚请他当我的推荐人 申请内部调职 过了15分钟 他也传了讯息给我说 他也被裁了 而且他的状态是 他本来刚好想要进公司的大楼 却发现识别症失效 就这么残酷了知道这个消息 另外一位同事也告诉我 他得知自己是那一万两千人之一的时候 情绪立刻溃体 这是他第一次被裁员 我虽然在科技业 但是已经有多次被裁的经验 每一次都让我又多学到了一些 因为我强烈的认同 自己应该挑起养家活口的责任 所以在第一次金融海啸的期间 被解雇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前途无望 有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都得奋力对抗焦虑 哀伤愤怒跟挫折的情绪 当时我觉得丢脸到 不想要跟任何人讨论 害怕别人对我评头论主 那种失业的羞耻感 真的再真实不过了 而且研究也显示 工作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 其实有一种保护作用 我本来最爱做的一件事 就是当个志工 教人如何冥想 但是我连那一件事也停了 因为我觉得 自己连工作都没有 哪有资格做这种事情啊 我就这样默默的受苦 那那时候我太太则是耐心的陪伴 在许久之后 经过大量的反思 我才体认到 当时的思考模式 其实是在伤害自己 而且也并非事实 我做的工作 并不能反映我的价值 你的工作也不能反映你的价值 你不等于你做的工作 也不是由你的收入 潜力来评价自己的 你的价值是来自于你自身的内在 你现在所身处的局面 并不能来判断你这个人 而且谁晓得呢 搞不好一切都是赛翁施马 我们就要走到更好的未来了 所以有鉴于此 照顾好自己是第一药物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 得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痛苦而且漫长的四个月 让我的一切感受当中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照顾自己 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现实让你喘不过气 有几种方法把重点拉回自己身上 第一个就是维持日常作息 对于我们这种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 有一些固定的行程还是要继续 像是接送孩子 上学放学之类的 这就能提供一个框架 让我们就算跟工作脱节 还是有事情可以专注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顾家行程的人 就得刻意打造出框架来 否则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会整晚整理的求职表单 不断修改履历 或者到Netflix追剧追个不停 你可以试着报名某项课程或活动 培养某一些你本来就想要做的技能 或者是事情 或者是参加你新年新希望清单中 列出的健身课程等等 靠着这些活动来建立信心跟能力 又或者是单纯就是好玩跟放松 就能为你接下来的日子 营造出更坚实的框架 接下来第二个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找工作本来就是一项工作 然后要找工作的时候啊 你应该是精神奕奕而不是筋疲力尽的 所以以我来说 每天冥想 练习呼吸和上健身房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投资 而且投资报酬率也值得 我睡得更好 更有活力 也更快乐 呼吸练习啊 可以减少焦虑跟压力 同时也提升幸福感 让你更有韧性的复原力 资料也显示 冥想也能够提高专注力和注意力 并且改善睡眠 有许多成功的执行长都会保留冥想的时间 运动呢 也有助于整体的身心健康 那进入到第三个 把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他人身上 这是我自己身上了解到的一件事情 我如果一直想 我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办 我就会觉得我的能量流失 精神举障 但是如果我设法帮助他人 我的能量跟情绪就会立刻转变 如果你觉得自己情绪低落 无精打采 那就先休息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 可以帮得上别人忙的地方 甚至只是和亲友联络一下 问问他们的近况也可以 把注意力转移到 我现在可以帮上谁 就能够带来一种近乎神奇的体验 你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 就像一个活力满载的人一样 有能力可以照顾别人 而照顾别人这件事情 带来的意义跟快乐 本身就可以让人觉得 精力满满 研究也显示 爱做职工的人 不但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都会得到改善 找到工作的几率也会更大 接着是第四个建立社群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跟许多人都失去了联系 那随着裁员的消息传开 他们有很多人来都跟我联络 想知道我还好吗 我也试图联络了几位 觉得十分的温暖 我和大学朋友在画杰伯上聊天 谈到被Google裁员 在找工作 有人就开玩笑的问我说 那你可以打一些零工啊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依靠那群朋友 可以让原本沉重的局面 变得轻松又幽默 其实我们很容易啊 忘记自己并不孤单 这么多年以来 你肯定有了自己的人脉 也帮过一些人忙 也让别人帮过一些忙 所以在你的日常行程 突然空出来的时候 不妨就去更新 或者是活化一下这些人脉关系 资料显示 社交关系正是身心健康 甚至是长寿的一大关键哦 所以当你照顾自己的同时 请你同步也注意一件事情 你想想 这个时候你自己正在责怪谁呢 因为面对艰困的局面 自然会想要找个责怪的对象 你可能想要责怪别人 像是执行长啊 投资人啊 办公室政治啊 也可能是想要责怪自己 觉得 我自己早该想到了 错过了某些迹象 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也有可能开始怪罪家人 都是因为你们不支持 诸如此类的 但重要的是 我们得承认 并且正视 那些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 像是愤怒 沮丧 怨恨跟恐惧 在研究显示 如果压抑这些情绪 其实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而重点就在于 不能让情绪反客为主 被裁员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对以上所有人 都心怀怨对 但是你很可能会发现 不论怪别人 或者是怪自己 到头来其实都无济于事 反省自身很重要 确实能让你了解自己 知道未来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但除此之外 左思右想 就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 精神能量跟情感 而且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 为每一件事情 找出特定的原因 原因常常都是有 很多细节共同发生 很多事情共同造成 所以唯一值得问的实际问题 并不是该责怪谁 而是 好吧 那事情都发生了 现在该做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样 才能继续前进呢 如果你走到这边 从责怪的漩涡里面 挣脱的时候 请你开始培养信心 因为当被裁员的时候 你很容易对公司 或对自己失去信心 这常常是因为 你没有看到全局 我第一次被裁之后 短短一周 就在某个利基领域 又找到了工作 那同年的金融海啸 再次被裁 则是在四个月后 又在同一个领域 找到了工作 而且待遇和职位 都有提升 然而 要不是经历了 这几次的裁员 我或许根本 不会拓展眼界 去找寻新的事物 我知道有些人啊 本来就比较灵活 积极地寻求职来发展 但是我的过去 并不是那种人 会坚持地 待在舒适圈里面 可是因为被裁 生活逼得 我要挑战自己 但是这是值得的 在面对众多 不可预测的压力的时候 要培养出自己 能够相信的东西 相信自己 你面对了艰难的情境 但熬过来了 也变得更聪明 更有智慧 像这样子的信心 相信自己过去 成功应对了 挑战的信念 就可以为自己 带来解脱的力量 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显示 艰难的处境 能够带来正面 和改变与学习 所以在同步培养信心的时候 也请你花一点心神 专注在你真正想要的 人在日常生活中 很常忙到 忘了思考生命的全貌 忘了问一些重要的问题 像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在这一段 被迫中断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问自己 接下来的工作 我想做什么 怎么样的职务 让我更充分地展现自我 我意识到 虽然在电脑后面 写程式很有趣 但真正让我觉得 活着的是和人相处 所以在大半个职业 都是担任撰写程式的 个人贡献者的我 开始自问 是不是开始时候改变了 或许你也可以问问自己 是否现在时机成熟 可以重拾过去我们曾经在某一个领域 抛下的梦想 你是否期待跟希望下一份工作 和生活之间可以有更好的平衡 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 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活力满满 可以理解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 因为信贷 房贷 签证 等等种种的原因 让我们不得不快一点 找到下一份工作 即便不太理想 但是现况带来的空档 与学习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反思 并且带来丰硕的成果 改变你对于柴园的想法 把这视为一个改变成长 学习 找寻新事物的契机 需要的就是投注一点心力 如果啊 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这个努力的过程 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今天的分享啊 比以往长了一点点的时间 因为在早期接触这一篇文本的时候 我本身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波动 长期只是一昧冲锋陷阵 相信自己都跨得过去了我 那个时候失去了方向 然后因为这篇文本 我抓住了几个服务般的关键 我减少了变因 我恢复规律 坚持好好生活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帮助别人身上 最后啊 对我最重要的其实是 相信自己的社交网络 我会很善良的承接住自己 本周的职场委屈主题啊 目的是真诚的希望 各位哈啪的精英们 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 千万不要认为停顿是缺陷 是弱项 相反的 其实就是因为你足够强大 才能够正视 面对 修护 与成长 这就要谈到明天的人物面对面啦 我们请到我想是任性的代表 有着台湾英特尔 最年轻的女总经理封号的 吴慧瑜 从童年的小歌女 摇身站上全球龙头电子业的高管 但是又经历了子女教养的母亲历练跟脑流 这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面对面 我们明天再相会 听完了本集精彩内容 不要错过更多实用的管理观点 现在到11月底前 订阅HBR一年 就有机会抽中信誉航空台北到东京商务舱来回机票 同时订阅纸本杂志加数位版 还可获得两个抽奖机会 感恩再加码 登陆发票 立即开启信誉转盘抽抽乐 HBR请你喝咖啡 现在就开启说明栏连结 前往订阅成为HBR读者 阅读更多管理心知 开拓管理视野 让国际观点帮助您看得更广 走得更远 搭上信誉航空台北到东京商务舱的幸运儿 可能就是您